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篇文章 题目是 让心归零 人生不易 不要笑话别人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人人都有难唱的曲 在风光的人背后也有寒凉苦楚 在幸福的人 内心也有无奈难处 谁的人生都不易 笑人等于笑己 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最穷无非讨饭 不死总会出头 谁的人生时全时美 谁的生活没有博良 谁敢保证一直都是人生得意 今无足斥 人无完人 做人要真诚 亲和善待别人温暖自己 人是活给自己看的 别伤亡人人都懂你 别要求事事都如意 苦累中懂得安慰自己 没人心疼也要坚强 没人鼓掌也要飞翔 没人欣赏也要芬芳 生活没有模板 只需心灯一盏 凡时找找乐 别丢了幸福 忙时偷偷闲 别丢了健康 累时停停手 别丢了快乐 缘分不是偶然 要心向心 朋友不是随心 要成对成 感情不是儿戏 要稀对稀 相识 不是心鲜 要针对真 懂得不是随便 要中对中 真情本无语 尽在珍惜 尽在真心 岁月若水 走过才知深浅 时光如歌 唱过方品心音 爱情因珍惜而美好 友情因真诚而长久 亲情因相依而温暖 人与人之间就是一份缘 情与情之中就是一颗心 人呀 你再优秀 也得碰上实惑的 你再付出 也得遇上感恩的 一段路走了很久 依然看不到希望 那就改变方向 一件事想了很久 依然纠结于心 那就选择放下 一些人教了很久 却感觉不到真诚 那就选择离开 一种活法 坚持了很久 依然感觉不到快乐 那就选择改变 放下过去 让心归零 人心难懂 知人知面不知心 相遇太美 相爱容易 相处难 有些人走着走着 就进了心里 恰似固有 有些人走着走着 就淡出视线 难以交心 所以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靠缘分 心与心相知 靠真诚 人生 若有二三好友 无话不谈 不离不弃 可谓幸运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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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